Morning everyone 今天來到我們的520慶典 難得第一次 我是第一次520帶你出來嘛 是 因為從以前到現在 其實我們不是一個 什麼節日都會慶祝的情侶啊 我們只有在2月14號才會慶祝情人節 然後什麼每個月14號 什麼XX巧克力啊 什麼情人節我們都沒有慶祝啊 今天這個520我覺得 非常有意義要記錄一下 也不是講有意義啊 我想說就是 難得有時間我們就可以去 去走走這樣子 好像真的我看著 開玩笑啦 今天我們的第一餐就是 來到一個室外桃林啦 等一下等一下 重點是 他要給我一個小驚喜 然後我今天是不知道我要去哪裡 我要幹嘛 然後我會做什麼 有啦 我不懂他帶我去哪裡然後 我覺得你不要抱太大期望先 什麼 因為我不懂你喜不喜歡這個行程 欸大家我跟你們講 這個Bullberry Muffin真的很好吃 大巴桑啊 嗯 真的很好吃 來一口 不要 不要給你 你看不要給我 這個還不要給我 你注意到我嘴巴講 不要的 是你要的 怪給你了 所以我們就先享用我們的 早午餐 然後才去我們的目的地 目的地有一段距離啦 那我覺得今天520這麼有意義呢 我現在做一些挑戰啦 我今天打算24小時都要跟你講一句話 蘇生 我愛你 我愛你就像老鼠愛大米 蘇生我愛你 好啦 這應該是我們第一次在影片前面講那種話 有講過嗎 我有講過 蘇生我愛你嗎 蘇生 我愛你 等一下 再見 吃早餐時間 現在我們就出發去我們的520秘密基地啊 這個地方有點遠啊 去我家大概要50多km啦 但是我們現在剩下4多 雲頂 我猜是雲頂 雲頂 我會這麼膚淺嗎 520在你去雲頂 帶你去人幾人嗎 爸爸還有什麼地方可以去的 往這個方向 我們是往北部走 哪裡有 北部有什麼地步啊 我給你一點地步洗啊 一包 不是 不要吵我先 這個地方呢 我小時候我爸爸有帶我去過 我那你懂你小時候去哪裡 你當我是你賊 我孟婆湯的 我給你一些dips啊 那個地方喔 其實喔 它什麼都沒有 它就是一個很舒服 很秀 我知道了 不要講 等一下到了 看你是不是猜對 不要我現在猜 你講喔 金馬路 對了 你拿到我懂了 耶 對了 我知道了 等到那個有羊的地方 就是什麼 我很靠近金馬倫 然後我之前講過我很想去的 有動物啊 不可以揭曉答案原來 所以你鎖定答案了嗎 金馬倫 12800 鎖定 金馬倫 確定你的答案 金馬倫 如果你猜錯 一切開銷 有你負責好不好 不要 快一點 公爸 公爸 我們多四十分鐘 切小答案 公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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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蘇生 開工一下跟你講 什麼 我愛你 我愛你 我愛你就像老鼠愛大咪 我愛你 就像老鼠愛大咪 很難聽很難聽 你們有發現其實蘇生很少會拿我的相機來拍自拍這樣嗎 因為之前那鏡頭都很重 今天我們的鏡頭是什麼 Canon RF16A超級小顆的餅乾鏡頭 讓蘇生隨意晃都不覺得重 我愛你 就像老鼠愛大咪 可以不要講後面那個嗎 我想一下別的梗 我愛你 他愛他 你愛我 蘇生假裝睡覺不可以打開眼睛 因為我們還要多三百美就到咯 我是真的很想睡 我們要到達目的地了 但蘇生還不知道我們是去哪裡啊 所以我們先找parking先啦 剛剛爆了parking 也沒有很興奮覺得是哪裡 我覺得你看parking場也認不出來覺得是哪裡啊 我怎麼可能 我都沒有來過金馬輪 哇很冷咧 腳開始冷了 真的冷咧 有啊 腳剛剛有一股暖 屁啊 我熱到屁一樣 我有點傷心哦 我覺得很熱哦 起步期待 欣慕興奮 蘇生我愛你 唉唷 討厭 不要這樣放神啦 法國村啊 對啊 你呢有吃多年咩 有啊 我們也來很久了 我沒有來過耶 我們先check in先啦 好 哇 真的是法國村耶 我以前就懂這個地方了 但都沒有機會來過 哦 我真的很像在國外耶 我是不是很像刷顧 耶 確定成功了 別想到有這樣多人 而且都不是年輕人 uncle auntie 然後有出同胞 比較少看到像我們這種 couple的感覺 520就應該也有couple的感覺 但是沒有看到couple 你不給人家啦 抱歉 uncle auntie也算couple啦 老couple 現在就要走去外面的blog啊 因為其實我沒想到 這邊有七八個blog 都是酒店這樣子 這邊就是馬來西亞 有小把握之稱的一個地方 它好像在文東這邊啊 但是我沒有想要降熱啊 我們的房間是什麼你知道嗎 二樓的5201 你在耍浪漫呢 不對你浪漫 對水浪漫呢 討厭 溫蘇生 I love you 5201 請下門 咖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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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是我們華人的習俗 哇這個 這個開門也太老 哇 它是你的古老的設計 哦 這間酒店呢 它的特色就只是因為 它在這整個custle裡面的酒店 所以我才想說 好像比較方便 而且可以拍到下面的街景 但是呢 我這間房間 感覺是看不到街景 比較是看得到那種大自然的感覺啊 最一間就是它的房間咯 就是其實也是一般的房間啦 欸我覺得很傷心耶 資深 什麼 因為其實我想要租的景 是那個比較看街景 結果它給我看大自然 I know bad work 哇 可以接受嗎 這個山景 很多蟲 而且很熱 Yes 現在我們就出去看看咯 它唯一一個barkoni就長這樣吧 好山好水 我愛你蘇生 Yeah 我們今天出門忙完了 我感冒了 你說什麼感冒嘛 你看吃的穿這樣少 它的衣服只有一粒扭扣喔各位 天 有沒有走光 就靠大家自己寫跑囉 高腳 沒有 低腳 更加沒有 Jump in Jump out OK Jump in Jump out 笑得這麼開心 是因為我愛你嗎 很煩耶這個影片 我們現在要去哪裡啊 520 這位網紅YouTuber 我們當然是找那樣 拍情侶照啊 現在我們的目的就是 要找一些漂亮的景點拍照啦 我直接看有人在那個橋那邊拍 所以我們找出那個橋了 喔 這個就是它的大門啦 剛好現在的天氣喔 太陽不是很大 然後也沒有很暈天 今天算是賺到了 然後我覺得它大門口喔 我直接看它拍照是很多人了 今天還算少人了 身為YouTuber的我們呢 每次都沒有人幫我們拍照 所以我今天帶了一個小幫手出來 就是我們的小腳架 目前我們決定第一張照片 就在這邊拍 登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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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腳架 就算感冒了啦 所以它的 Mood沒有這樣好 Bone Mood 現在沒有Mood 好 另外各位 我們修下了的相機好了啦 然後今天我們用的是 4000多Mbps的R5 還有這個 小餅乾鏡頭16M 非常的靈巧 我們就拍一組情侶的那種甜蜜的照片 耶 這個場景拍完了 所以我們去下一個場景拍啦 蘇生感冒 我好心疼你 我希望你的感冒可以給我 然後我再給我一點 JOOM IN JOOM OUT OK JOOM IN 哈囉哈囉 你們好 你們今天是來過520的啊 好 這個衣服很熟悉喔 這個衣服 來來來 拍照拍照 你們要幫我一起喊五個字 蘇生我愛你 321 蘇生我愛你 耶 哈哈哈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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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菜場友 你是有什麼社交牛 XX是不是 讓大家來一喊 蘇生我愛你 OMG 各位門口下面這邊哦 這個樓梯蠻漂亮的咧 而且如果背景拍上去哦 整個Beauty是蠻好看的 原來有這個腳架 這個也是要這樣圓的 可以變那個手機支架 蘇生你們有看到我這樣下樓梯嗎 你看到畫面幾粒啊 你們有看到東西嗎 我們還下樓梯哦 哇 這個等級美哦 哇 這邊美耶 這邊完全就是我們要拍的地方耶 你看 拍上去 哇 我們的照片終於拍完了 我們的520照片 完成 完成 這個就是 餅乾鏡頭 F1.8的威力 你看我們後面10點不熱 通常Opa就是這樣子的 後面蒙蒙的 看我 等一下 噢噢噢 好噢噢 因為突然發現現在的陽光 跟這邊的建築太美了 所以我們準備來一個 法式Viro 美食評論家來襲 剛剛我們點了兩個義大利麵 有一個是黑色 有一個是番茄的 總之點黑色 因為番茄那個不是很好吃 對蘇生那個是西北好吃 而且蝦很新鮮 你們看蘇生吃不飽 竟然在吃水片 沒有 因為很久沒有吃很想吃 然後在蘇生Gurpee呢 其實是一個很漂亮的樓梯 它就是夾在這個 中間那個樓梯啊 我覺得蠻漂亮的 不漂亮嗎 蘇生 吃飽後 我有力了 讓我想起 我要說 蘇生我愛你 看到沒有 我的愛在蘇生的心中 已經溢出來了 太滿了 你比一個站什麼意思 很安地耶 好趁 這樣美的街道 你竟然在吃薯片 你們有看到樹上黑色的嗎 全部是猴子 本來我們想走走的 但是 我現在出來不想走咧 我今天會搶你的薯片咯 而且他會搶我的薯片 基於猴子在那邊 所以我們還是走回遠路咯 危險危險 我剛才問蘇生怕嗎 他怕 我講我也怕 這樣走一邊咯 你膽小 這個角度還不錯 真的很像在佛洞 登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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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登 Hellipotter的歌是這樣子嗎 登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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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登 好像是喔 喂 我們來到一個很高的大廈 後面是 I love Koma Like I love Susan 給你講有沒有畫 上樓梯囉 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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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h no 是這麼高的 哇 叫酸了 哇 還有兩層 恭喜我們登頂成功 鼓勵掌聲 蘇生 真的很美 對 蘇生真的很美 沒有 你看鏡頭轉過來看 蘇生真的很美 我真的美 遙望遠方屋子的蘇生 現在想著自己 到底什麼時候可以買 這麼棒的屋子呢 好難哦 為什麼不是你買的 那你養我 我覺得我們今天應該算很幸運 因為這邊天氣很美 天氣很美 又有藍天 又有太陽 我覺得有藍天就很漂亮 這邊有藍橋耶 像你養短的那種 那就不太好 空人酒吧講出來 大家真的會認為我短哦 我覺得你不可以講這句話 收回去你啊 我收回去 不要 你應該不會睡著了吧 讓我對你說聲 蘇生 我愛你 你就是看著你沒有華人 是欺負人 哇 哇 哇 自己美咧 你太誇張了吧 不美咩 很有那種外國的感覺 不是我要浮誇 你們這樣看不美咩 我真的覺得很漂亮啦 太近嘛 520帶點這麼漂亮的地方 哇 各位他沒有理我 我們既然在這個 法國村最頂端的地方 讓我對蘇生說 我愛你 蘇生 我愛你 爽嘛 爽嘛 潮 在這邊呢 你有什麼話想對就是 看我們很久的觀眾們講這些話呢 畢竟520 不是每個人都有機會扣520 我要跟你們講 怎麼樣可以脫單 可以教大家嗎 就是 晚上要睡得好一點 這樣隔天就不會感冒 天零 2秒 OK 快點 OK 我們先回酒店休息一下 因為畢竟蘇生真的有點不舒服 我就不懂要做什麼 畢竟 年輕旺盛 這種是蘇生體會不了的 蘇生剛睡醒 所以他需要我的 我愛你 長王 是真的啊 這裡好像越晚越多呢 可能大家知道下午很日啊 所以晚上來咯 畢竟現在我跟蘇生 真的是不懂要做什麼啊 除了去Stard Park做 我們也不懂可以做什麼 所以只可以到處顯光 可以嗎 現在我們走的地方就是 剛剛下午啊 我們因為有猴子不走 那條路啊 感覺晚上他們應該是回家睡覺了的 所以我們就趕趕走囉 這邊真的很暗一些 我怕怕 啊這樣子晚上走得還好舒服 晚上蠻涼的 下午太熱了我覺得 就是晚上看不到東西 很暗哦 再次來到哈利波特的場景 OK 配樂完成 這邊唯一一家SERRY LEVEN 我們是要去裡面找車先 蘇生手上又再次拿著一盒薯片了 我會很誇張啊 你怕摸嗎 摸著 沒有try過來 但是感覺Miss Soto的味道 感覺不錯的 然後不懂有人跟我一樣嗎 只要恨貓大 它就有一種生鏽的味道 所以可怕的蘇生 竟然還在看薯片 他剛剛講這個包裝的分量比較少 所以他在拿那個頭裝的 你們看蘇生 他用手抓住那個包裝 他趕上這裡面的分量 他現在咬住 他覺得裡面應該只五分之一 哦 蘇生手氣的 拿著這個SERRY LEVEN自己做的薯片 他講他一百巴仙喔 Fresh喔 你那時候懂喔 不懂去哪裡的我們 最後只能來拉我們住的酒店 對面的Starbucks 所以我們只叫一個Banana Muffin 跟一個蘇生甜點飲料 啊 我這個飲料呢 是他們講的一個隱藏菜單 就是Caramel Macchiato 你如果喜歡咖啡的話 你可以加兩個Short 可是我放一個Short Espresso 然後Less Sugar 然後Change to Oat Milk 他們講很好喔 加那麼多東西很亂喔 可以自己選擇那種配方 好像蠻好玩的 好厚喔 真的好厚咩 它不是那種很膩很膩的那種 我覺得加兩個Short的Espresso 應該會更好 好喝咧 欸 算了我喝咧 好喝喔 可是我覺得加兩個Short 應該比較好喝 我喜歡這個因為 我不喜歡咖啡味太重 如果兩個Short的咖啡味會重喔 這個還是比較偏奶味啊 然後這個Starbucks的Muffin 不管是Mississippi 還是Banana 還是Bluberley 都很券 一百分 透過今天這個影片喔 不懂大家會不會覺得 我在幫Starbucks做廣告啊 早上Starbucks 然後宵夜的Starbucks 純粹是因為這邊好像也只有 Starbucks是最舒服的地方了 我覺得我們今天的 520里差不多來到尾森了 那其實住在這邊啊 也沒有很貴啦 一碗大概 我在Arcorda下面 買的話 三百處 所以我覺得還是 滿值得來這邊 走走 住一碗試一下啦 畢竟我們要 促進國內旅遊經濟 我們在馬來西亞才變得更好 所以就算很多人講喔 來這個 小法國村喔 可能一日旅遊過喔 就是我想體驗一下 比較待在一碗的感覺 我差點也忘記一件事情喔 對 蘇珊我愛你 這邊沒有花的 這邊好像都是 馬來人跟外國人啊 居多一點 影片到最後呢 我們就讓我們的 女主來評分 請問今天 520 10分給多少分 你依據你的身體狀況啊 3分 滿分是5分 你給3分啦 滿分10分給3分 我要講家具 那是代表 讓你有更進步的空間 3分 4分 5分 6分 7分 10分 好 3分 不如你在家做一餐更好 喔 還暗示我去年那個青根節耶 會不會MG喔 有的吃也貴耶 大家掰掰 掰掰 給你 我愛你 蘇珊